我現在 開始錄了嗎?可以了 錄了,已經開了 好,1,2,3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十一銀行的第一個節目 在YouTube上 這個節目叫做十一的說話 今天為什麼會有這個節目出現呢? 主要就是,今天我們是2022年的5月2日 就是結智我們香港的代表 成功在改制後的阿冠杯出現十六強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四個人在這裡 可以說一下我們對這個球隊在這個比賽上面的表現 又或者一些未來的展望和評價 我是Roy,Garry,Tony和Jer 大家好 很久沒見 是的,很久沒見了 應該未必有人記得我們 因為實在太久都沒有做過節目 所以呢 希望我們以後 因為5月就是阿冠杯 分組賽打完了 6月份應該是有阿歉杯 雖然不知道將會在哪裡搞的 因為台灣已經說了不搞 也會有港隊在亞洲杯俄為賽比賽 之後再會有東亞杯是否在7月 是嗎? 還是 對 之後就會有這個8月 就是阿冠的十六強賽事 希望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些新的題材去說一下 為什麼其實很難去做節目呢? 因為也都可以帶出我們結智 今屆參加阿冠杯的一些困難開始說起 首先呢 我們香港的聯賽大概是1月5號 那天宣佈那些球場就收皮了 停擺了 那就一直都沒有比賽的 那唯有準備這個阿冠杯的比賽呢 結智就是3月10號就起程去了泰國的 那麼一共那裡呢 其實他們現在踢完球 我想當他們馬上走回來 都留在外面兩個月的了 都兩個月沒有回來的了 那麼 對上一場的聯賽說的是1月2號 那再之後 一輪有二賽之後呢 就是4月16號 對這個青萊杯的 那所以 不要說其他人 我自己來說呢 其實我對於 今屆結智的比賽 不是太過有期望的 因為始終停擺了這麼久 他們那種停擺是 完全是運動都沒有做那種 就是最多可能大家是 見面都沒有見 大家都記得2、3月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麼 那都很好的 其實他們的準備都很好的 你擺了整個兩個月在泰國 你消耗的錢很大 先試試說 衣食住行等等的費用 那麼也都打了幾場的友誼賽 但是友誼賽不能夠作準的 但是 第一場的時間都非常非常之 就是讓大家意外 叫做贏了青萊聯 那麼 不如大家 講一下這場球 大家有什麼看法 一開始 由我剛才說的這個 嘩 好像很差的 開放 那竟然 第一場沒有得到3分 大家有什麼看法 我想 那個情況 是 我看 都叫做看足 潔子的季晴身賽 其實他們那個 狀態 是慢慢一步一步地上 那你見到 其實 一開始我去看潔子 尤其是我看明加索夫的狀態和表現 我覺得這個人應該有辦法可以令到 解決到上季結智的進攻能力 依賴丹恩的情況 因為我見到他 其實第一場熱身賽 我已經見到他很勤力 慢慢走 又肯起腳 很快他也有一個助攻交出來 那你在正賽中 你見到 對著青萊聯 其實 我自己看上季的青萊聯 和今季的青萊聯相比 他們是真的好像是低了一些 和是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 那大家看回相關的泰國專業 都有看到就是 他們今季其實在T3 就是泰國第三聯賽中 升了幾個球員上來 而且也都是 就是出場的機會都多 此消比獎下 結智 他今屆來講 我覺得是侵略性比起上一屆強了 大家如果也記得 就是我們上季對著恆大那兩場球 其實只是靠丹恩兩個十二馬 才可以擊敗恆大 是有些立落的 但是 去到稍後我們講到後面的比賽 也是 結智今季踢的防範 其實 一來我覺得華將的信心 強了越來越強 二來就是他們的默契 他們的由手轉攻的體系 好像真的慢慢慢慢地確立出來了 所以你會見到 雖然我們其實 你見到我們的劇本 和上季差不多 第一場贏 泰國 然後輸給日本球隊2比1 然後再走下去 但是你見到今季踢下來來說 其實那個的犯錯 那個的風格 是比起上季真是好 是的 那就補充多一點點 因為今季 這個押管杯的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就不是說只是留給這個時候 大家看 可能幾個月後或一兩年後 看回都會清楚多一點 就是在說今季 其實那個外援註冊數量已經不同了 那你在登記那裡 你可以登記幾多個外援都可以的 但出場的時候都是三加一日的 那所以呢 今季加上我們結智球隊 一些入籍兵的 謝加強 杜瓦斯等等 蘇沙那些都可以歸位 所以今季的實力 是比上季強的 而我自己也都在Page的時候也都說過 看了OK 第一場 就算我覺得真的拿不到三分 我也未必說結智 但是 有一個非常好的開放 我自己就對他會有期望 因為我看回那場比賽 我覺得 傑志給我的感覺是會踢 什麼叫會踢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踢過一些 叫做石地的聯賽 可能一開始大家也有玩過的 你又不是說那麼差 又不是看人那麼差 為什麼你一開始踢 跟不上別人的節奏 覺得對方好像跑來跑去 好像無限體力這樣 原來是因為你不會踢 當你適應了節奏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回你平時的發揮 你沒有那麼緊張 你也都見到 他們是會踢了很多的 譬如說一些 處理一些需要用球的時間 需要冷靜的時間 或者需要馬上去進攻的時間 你會見到他們是會了很多 而當然這些也是這麼多年來累積的經驗 剩下的東西 所以對著神匯的這一場 我自己是有期望的 神匯也都 本身他在JD說的 都是排到非常後的位置 要去到五級的地步 而印尼史澤小伯也都沒有參加到這個比賽 所以對他都會有期望的 最後是輸球的 但是 你覺得這一場球又是怎麼看的呢? 你這樣說吧 你先說吧 很快的 因為第一場球 那個期望 我都沒有很高的 在前 但是你 一看了頭十分鐘 他又覺得潔志是有機會贏得到的 其實你看上去 勝利是 不是很強 真的不太強 而且他們都 還沒有入局 一直 球賽的初段 所以 感覺到潔志是有機會贏的 但是潔志就是把握不了 有些機會 勝利 就贏了這場球到最後 就是之後那些 我都覺得是 長一場球其實都 給我感覺上 比上一屆艾冠 上一屆艾冠 我看潔志 我是不覺得他 會有機會贏得到的 這球 但是今季 今一屆 第一場球我已經看得到 這對球 真的成熟了很多 你看到 尤其是華人球員 和外援的默契 是好很多 不會經常 走失了位 或者交個球 不知道交了去哪裡 但是 但是他 今季其實 整個球 整體上是好 有可能 真的 但是 那一個月 在泰國的集份 是對這對球 影響很大 始終香港的球 平時練習不夠 就是你一截至 香港有一個專屬的球場 但是他都未必是 練到那麼多 但是你到泰國 真的可以 一班人 一個月在那裡 踢熱身賽 跟著做操 他們整對球的默契就很好 所以我第一場球 我會見到 對球是有機會贏得到 有機會出事 但是 我沒有想過 是 去到 最後一輪 是這樣的結果 出到線 Jer 喂 這樣啊 因為 我自己 這四個 這四場 其實我看了三場 主要都是 頭一場 兩場 對勝利 那 其實 你說 因為 上海 沒有了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會有些期望 是一直都有的 但是 對勝利 那兩場球 其實大家都是想著 一場和球 一場輸球 其實所有 老實的 整個劇本都齊了 真的 是很沿著整個劇本走 到最後 對 真的 真真正正是 第一場贏 第二場輸 第三場贏 然後第四場和了 拿了7分 整個劇本是很流暢的 昨天我都說 我猜是和球 但是猜不到是這樣的和 就是 想著勝利船 以這樣的陣容 這樣的模式 就是 讓你在 JL 尾 排十六 四和六副 這樣的成績 進來 亞冠分組賽 我想著 他散了就算了 因為 你回到日本 基本上 你真的要為了 他那個 你不要說 去到 去到 去打回亞洲賽事 衰些說 衰些說 你為了頭十名 你都要想一想 但是你現在 小白沒有出 百度沒有出 這樣的狀況 其實 對整個組別來說 是 我想有少少 就是 未踢之前有少少期望 對我來說 是有少少期望 就是我不會大期望 因為始終 不論外圍好 外圍 大家看也好 你會見到 香港隊 這一隊 結智 在外面 被人看是什麼 被人炒三四顆 青內聯 一開始 就告訴你 我最少要炒兩顆以上 就是 起碼你看到 外面的坊間的一些評論 或者甚至 很簡單 你看一些數據 已經知道 但是 第一場 是難踢的 我看到很難踢很難踢 但是 慢慢地看見到 他們的部署上 或者是一些 陣營上 影響到 那樣東西 已經做了出來 但是 在初步上 都是難踢的 你看到 但是 慢慢地看見 他防守 他後面的三至四個球員 是防守了第一段的時候 怎樣去一個 在中場 巴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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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的刺動 由第一個交球 到到他 扮上去 給差別到 槍欣 或者是 前面三個球員 他這個就是剛剛在說球證東里說的那件事 就是他的套路是可以做到 就著那個節奏去踢一場賽事 對著兩場神戶的 老實說我覺得是 截至是拿到120分的 不是100分這麼簡單 就是防守上沒錯是神戶沒有了很多很多球員 甚至中場得山口營是做一個策略的工作的時候 是都是一張的 但是基本上因為大部分你會見到起碼有三至四個 是日本各腳 那你都可想而知就算你就算是結智 大家都看到在那個水平上最多去到日月的最頂水平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這件事 但是踢起來想不到是有機會 是有一段時間是可以壓著來打的時候 甚至是在死球上或者是一些防範上 是拿到優勢可以做到半單狀況的情況之下 甚至令到我們所知道的 雖然他貴為各腳 但是當然他也不是一個很好的阿神 他基本上三分四次的犯錯 那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 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很驚訝的一件事 其實也要說回這次結智出線是有一種天時利的人和的 那何謂天時呢 就是因為本身這一組應該是有四隊 但是上海上港因為上海防疫政策問題 但是他出不了來踢 所以他取消了參加這個比賽 那結果就是這一組只有三隊的 其他組當計算到最佳次名的時間 就會扣了和最後一位的分數 得失球那些這樣 那對於結智來說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剛才也提過在去年打了六場的時候 基本上結智的球員 我體力是不允許他在一個這麼密集的情況之下 踢六場比賽的 剛才說的第一、二場球 青來聯和神戶勝利選 踢完之後 足足是有九天、十天 是在這裡休息 才再對青來聯的 期間就是在說 青來聯和神戶勝利選 已經得出了結果的了 就是青來聯 基本上已經出局了 神戶也基本上已經出線了 那就去到 對回這個青來聯 那因為不需要分心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那場球可以是全力以赴的 那也都來到我們經常說 香港球最難搞的東西 就是沒有期望的這個地方 但是當你有期望的時候 通常都是失望 通常都是糟糕的 那也都是見到 上半場都叫做按住來踢 都很積極 喂大哥 這樣無緣無故 就半場前輸過這樣的十二碼 就輸一比零 打算死吧 是吧? 有些人直接說 久攻不入 劇本來了 就輸了 好像被人說中了 那怎麼辦 但這件事就是今次 潔志要賺的地方 他和平時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的心理質素是可以做到的 你不要說什麼事不撞運也好 起碼朱Sir換一下阿力士出來 就是球王級 那半場就是他統治了一個比賽 可以反級 接著被人追和 不要緊 也可以再入球 這個心理質素正等於 也是昨晚的賽事 去神戶勝利選 又是這樣 其實功德幾個上半場 又是這樣 突然輸了球 接著自己立即追發 去到最尾的時間 八十幾分鐘 不要說 你真的不要說是香港球隊 你說的 萬城利物浦都未必有86分鐘 對一些同級球隊 失了一球之後 他可以幾分鐘之後 追回 熱血追和 本身攻擊的暴露也不多 球員真的根結力疲 看看四場比賽 什麼都給你了 這樣 你可以說他有運 但是這個運 那些球員肯攻進禁區 肯做公勢才有的 所以這個 跟我們平時說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可以 心理質素上面去提升 可以做到 一些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是結智球隊 今屆比我看到 最大的改變 最大的驚喜 也是令到香港球迷最著弱 不是說你出線 你說如果他六分 輸兩場給神戶 但是剛好他出到線 開心嗎 都開心的 但是就不是那種 憑實力出事的感覺 一種憑實力出事的感覺 我不是結智球迷 我只是香港球迷 我也覺得爽 讓大家覺得爽 你覺得這件事 是有希望做到的 大家也可以說一下 究竟 看到有沒有其他補充 就在這個賽事上 我想 那個 結智的進步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可以 長年打到這個亞冠杯 那 你說 我不是說 就是亞歇盃什麼 但是 我們其實一直有看香港球 各位手足都知道就是 分組賽其實就對那些比較偏的地方的球會 有時候 是比較容易可以應付到的 往往其實都要去到八強 其實都是老對手而已 譬如 柔佛 又或者是其他可能新加坡 馬來西亞球隊 那麼 結智才開始用力 但是永遠去到中頸位 大家都知道四強 一對西亞球隊 那麼 好像無論以前 南華好 上屆李文好 也好 結智也好 好像都是 哇 差距很大很大很大 結智現在連續 三屆參加亞冠 都對到一些實力比他強的對手 慢慢其實就會適應到節奏 剛才Roy說的節奏 你知道 去到這些亞洲頂級的一些賽事 你是需要一個什麼的心理質素 是嗎? 就是我們說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 大家去看一些外援 在港超 好像 哇 渣流灘好像不太符合他的身價 我覺得 有一件事情就是 有時候人是這樣 看球賽 就是如果我 我自己是可以 懸吊 我都可以場場正選 我都可以 我的球隊都可以贏球的 我自然就不用賣這麼多力 是嗎? 就是好像上屆 其實我上屆最亮眼的基爾頓 他在中場掃蕩 其實是給了我一個 我在港超完全看不到的基爾頓 而在今屆巴爾拿 直接就 他直接就讓我看到 其實就 沒了他的話 結智會很大 就是他那個串連 他的能力 給我看到其實他根本就可能是亞洲二線 二線 一線 沒有? 他現在的能力 二線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看到一仔昨天 哇 就是那些個人 是不是? 有幾下是玩你日本的球員 這些是信心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有辦法令到香港的球會 可以持續地參加一些亞洲的高級盛事 這個是令到香港足球進步的因素 你沒辦法 就算在香港你十冠王好 二十冠王好 你 永遠都是在亞洲賽中拿不到的系數分數 永遠打亞歉杯 你就會看到 其實 大家只要對比回以前 潔志打亞歉是一個什麼狀態 現在打亞冠打 有時候是受壓 但是可以跟亞洲一線的球員 有來有回的 你會看到分別在 是的 就是這樣說 就是說 足球員 除了是為錢之外 你有時候踢球 你會有 因為你人有受勝 你有興奮感 你對著強的對手 你會落力 這是很正常的 就是 其實人們都說 你做球員應該長一長都 都全力以赴 接受訪問的時候 當然是這麼說 但是你踢球 你真的踢落的時間 就像你上班一樣 你不會天天都 真的很精神 你總會有時候 睡著 遇到一些很困難的項目 或者一些死線的時候 你才會 哇 那些神上線度飆升 才會令到自己 去再努力一點去做 這是很正常的 譬如 我曾經看過 譬如說 東方去打亞冠的時候 墨基踢了幾場比賽之後 你會看到他真的很高 不是說他突然懂得什麼法術 是他腳底控過球 他轉身 他做決定 是比平時快了 就說陳七 他一次一個禮拜 他真的厲害了 傻邦那些上到中甲 真的厲害了回來 高範那些都是 即是說你挑戰一個 比現在你身處的聯賽 高水平的足球的地方 其實真的提升得很快 這件事很重要的 剛才也說過那些球員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時間 就說一說今屆 有幾位球員想說一說 剛才Tony提過的 羅子 寫的項目的時候 都簡單 都寫過少少 就是說 我們都叫做看著他出來 他真的是極致的青粉產品 是吧 都挺多的 其實這麼大 真的青粉產品 叫做拿到牆 那 由他一開始 和他一起升上來的那一班 他是平庸之輩來的 容許我這樣說 暫體下去 又沒什麼特別 又不是高大 又是打一閘的 那有什麼寄望呢 左閘右閘又塞下 那又有什麼寄望呢 慢慢打下打下打下 好像開始穩陣一些 可以進入港隊了 但也不是一個賽事上的兆點 但是來到今屆 他的走動 和明家索夫的走動 是吧 一左一右 為這個結智 帶來很好的體力 很好的活力 去幫到 譬如丹欣在中間 不需要做這麼多跑的工作 雖然他也是交給你的 待會再說 那也都令到 是不是 有一些入球的出現 在反擊的時間 甚至防守的時間 他會給了很多幫助 這個球員 是今屆我覺得 最大的發現 我不可以說他是最好的球員 但是他一定是今屆最大的發現 起碼 大家不會覺得他是 因為他是華人 因為他清分 因為什麼原因 而可以出賽 而他是憑實力 拿到一個正選回來的 嗯 你現在對羅子有沒有一些 感受 Jayman可以說一下 我 其實 我反而現在 他們幾個年輕人 就是羅子 甚至後面 還有神進一 那些 就是 現在 以前你會覺得 喂 我會看到 整隊都是外國人 所以說 真的 你只能夠 用一些 最多你說 黃陽 可以做到 或者唐文去打 現在陸陸續續是 可以找到 這些二十多歲 真是 你不要說真的很厲害 但是至少他會補到位 至少他勤力 至少他會分擔到一些叫做 球員 在球場上面 有不足 因為你都知道丹恩 其實 到了這個年紀 你叫他跑到 跑到 老邊那麼遠 然後就 斬球出來 或者扭球出來 其實是一個困難 以前是 你不會有這個 想法 是一個 是一個華直的球員 或者甚至是香港的球員 會做到這件事 而這次 這次 對我來說 都是驚喜 因為沒有想過 兩個年輕人 會打到 水平 你不要說 一定做到最厲害 但是最少接近到 這一個 這個賽事的水平 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是驚喜 就是 不是說 純粹是 一個半個 我想是 不是羅子晉這麼簡單 我只是 陳晉一 我也覺得是 他已經是 可以拿到這個 是 那 就 其實 定了 定了 是 那我們 先說一下 那麼 剛才Jermyn說到 幾個華像 這個其實也是 我們在 廣超的一個叫做 就是 最想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華像有更多的機會 但是有時候我們 就是 站在香港球迷 或者 不要說香港球迷 站在華人的立場上 我們想看到 更多華人 可以站在最高級的比賽上面 我們都理解的 但是 總覺得就是 我們 有時候我們看港超 我們都覺得 喂 在港隊裡面 有些位置 真的已經用了很久一些路障 但是我們就好像真的找不到一個 可以接到他的後裁 上去 有時候我覺得 教練不是笨賊的 就是一個三十六七歲的路障 他為什麼要死抱著用呢? 我不覺得會是 他跟球員 有些什麼 就是他特別喜愛用的球員 而是事實上 他真的找不到一個球員 可以是 摺到棒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我們 回來說 日本 其實 賽前我跟我的朋友聊 我說 如果日本出 富選不出外援 那就OK 我說更麻煩 有時候 你全日班 以日本球員的風格來講 他一定跟你去盡 這個就是別人這麼多年來 從九十年代 半職業 去到職業 再別人有個藍圖 如何踢世界一般 別人現在的清分 那個球員 那個是 圓圓不絕 可以說 外流到世界各地 這個 我們其實當然 是有困難的 我們在香港這個環境去做 是有困難的 但是 剛剛詹文也講到 就是 你說一仔好 羅子好 羅子雖然 可能真的 比較 就是腳下功夫 或者足球意識是差一點 但是 他今屆賣的勤力 其實三比二的球稱來 他站在那裡看球就沒有了 真的 真的拼下去 拆下去才能入球 那我覺得 這些其實 就好像昇仔 那樣 你跟兒子現在比 不能比 你跟他比球 但是別人也是賣勤力 中場掃蕩 才可以 在歐洲一級的球會 是可以效力 所以我覺得 一仔和羅子加油 加油 我想再講一講 就是這個 龍門的方面 我想講一講 寶羅 大家對於寶羅的評價 就是 你的腳下功夫差 經常都會派交 球不知道傳去哪裡 接著 十二馬又撲不到 接著 反應又不是很快 撲球又不是很厲害 憑什麼是打正選 但是我剛才說這些 不要說黃振鵬 郭劍橋 其實全香港叫最厲害的龍門 而蓬輝 去到打國際賽 亞洲賽 都是這樣 其實都是沒有分別的 你幾何見到他們 會撲到十二馬 你幾何見到 他會有一個近射 他會撲到 或者他撲到 他的手 不夠力 撲入了 其實經常都會見到 而這個就是正正為什麼 傑照用寶羅的地方 我甚至乎認為 新一輪 香港隊寶羅可以打正選 為什麼呢 就是他的腳力 他可以死球那個能力 死球生球 他可以去到別人的禁區頂 二十幾三十馬左右 這個就算王振鵬 是來自大陸的球員也好 他的腳力強調 也做不到這件事 球一球都可以去到 這麼行 這麼厲害的球 這件事對於有時候 你說要打反擊 或者球隊要有些 休息喘息的空間 其實我也覺得 是非常非常之是有用的 再加上他本身 就是我們 不喜歡他 叫他做肥張 你喜歡他叫做肥壯 人高一點 一米九六 一米九八 橫一點 是吧 都大面積的人 省多一點 甚至乎 你都看到他有時候 也救到的 他不是球球也救不到的 十二馬那些 那我可以說 其實香港也沒什麼人可以救到十二馬 就算你現在叫葉蓬輝 他也不是很能撲到的 我老實這麼說 那麼 他力量大一點的時間 他撲到球 起碼他托到出底線 還有那個人 是有些球運的 你看 雖然他青萊魚那一場 最後也是被人追回二比二 有沒有越位 這個就不要再說 但是他再之前有一球 就散中他 然後不知道怎麼 那球掉了手 還沒有 又帶出來 他經常都有這些 他經常都有些幸運的 你說腳下功夫 那麼其實 每個人都差的 香港那些 有誰腳下功夫 是特別好 還有為什麼 他可以在香港也有正算 因為在結智 其實都有很多 在香港也有很多 結智的球員 還有他自己溝通上面 他跟艾利奧 羅拔圖 甚至乎 我不知道 那些葡萄牙文跟西班牙文溝通 應該會好過 阿黃鎮鵬 或巴爾拿那些溝通 我相信 溝通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為什麼 不是說 就是嚇鬼 拿鬼人出來 打正選 所以 保羅先是正選的 當然他一定 有更加多更加多好的球員 是應該踢這個位 但是你不能夠放過外援 下去龍門 你今年為什麼有明加索夫 因為我們的中堅 已經有謝家強在這裡 我們不需要多浪費 亞援位 下去 那大家看了這麼多年 阿協、阿館都知道的 龍門 以至左右 集中堅 一定是本土球員的 否則你前面是不會夠力去踢的 以我們這些球員的質素 所以我大膽地說一句 保羅其實真的可以上去正選為止 也是對的 是吧 就是 很多時候你國際賽有現形的 國際賽經驗足夠 譬如好像那時候 邪德謙 不知道幾百分鐘的不失球紀錄 然後大家在吵 他應該說到打正選 阿輝好像有點 然後到真的給他打正選 是不是東亞杯對日本 踢出來那個表現 好像不懂踢球 我不是怪他 可能他的質素是這樣 壓力 壓力很大 國際經驗少 這件事我明白的 但是 去到某些位 不知道為什麼 你講超看不出那個心理質素 去到某些位 又看得出哪個心理質素強 面對困局的時間 是的 現在有沒有其他球員 大家想說說 你講寶龍 我講兩句 老實說 我是少看他的 我從一開始選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少看他的 就是 在阿喬 阿鵬 和他三個選 那麼 當初我們每個都在喊 為什麼不找阿鵬 就是很老實的 就在於 你不要 講講講 基本上他的手法 那樣的 但是 講不穩定 其實三個都不穩定的 老實說 阿鵬說得很對的 因為 就算你看看 廣超 你看看阿鵬 你看看阿喬 他兩個 砍球出來 基本上都不知道 在哪裡 甚至打球都 基本上經常都出現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 不能說 那三個都不穩定 那麼 身形上 就是大家 我不知道昨晚有沒有看 你們 有一個評論好笑 在國內的評論 來的 就是大陸他們都有JD這場 那有人說 喂 我就摸不到他的頭 但是摸到他的肚腩 就是 是好笑的一件事 就是你會說 喂 究竟保羅 喂 豬肥腩這樣突出來 見到他拗 我見過他一球 不知道為什麼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拗了肚腩 那 但是 你說 屎股狀 你說屎股狀 雖然運好 怎樣也好 其實他 努力的 他也是 在後防 都叫做 雖然說他也是 摸摸摸摸摸的 你看到他 那一場球其實是 幾場球 你看到他有些 不穩定 或者失位 甚至差點說 是一些 球 龍門上 不應該犯的錯誤 基本上 牛油手 那些 站位 不多 是有 經常有 但是 外形搭救 外形搭救 頂住雞頭 真的那一刻 甚至 昨天到最後 大家都笑的 他最後拖時間 他有拖時間 腳痛 拖了十幾二十秒 那這些就是他 可能 阿鵬 或者阿喬 都沒有的經驗 這些就是他 需要有的 就是 我不會 預期他 去入香港 會再上一層樓 還是怎樣 我不會 預期 因為 說真的都不是那樣東西來的 我覺得 但是 至少在這個 阿冠的賽事上面 他有一定的功勞 不如 我們這一節就這麼多 下一節 我繼續說 這個 朱sir 大家想說的朱sir 他是不是很保守 跟著 球迷 以至 老闆五見 我們下一節再見 好 這一節 這麼多 拜拜